好 今天我們來帶一關新 國民黨的臺北市立委參選人羅志強 今天是找來了前總統馬英九 來幫他一起掃街 可以看到現場其實民眾都還蠻熱情的 因為其實前總統馬英九 蠻久沒有這個公開現身在這個市場裡面 所以鄉親都還蠻驚喜的 馬上來看一下稍早狀況 不管是合跟不合 總目標不變啦 就是政黨輪替 那我相信馬總統的總目標也沒有改變 就是政黨輪替 當然我們是國民黨的一份子 所以我們也希望國民黨能夠贏得總統大選 所以這些立場我想並沒有矛盾跟衝突 每個團隊都有自己求勝的路徑 那國民黨有國民黨求勝的路徑 那我們就按照求勝的路徑努力去做 全力以赴 好 但其實這也是因為藍白破局之後 馬前總統他首度現身 因此這稍早羅志強他回應說 接下來如果小雞沒有辦法跟柯文哲一起站台的話 會不會有點尷尬呢 羅志強他是擺正了立場 他說因為他是國民黨籍的立委參選人 所以會遵守國民黨的規定 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以上就我們在現場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也許回答 fashion 柯文書 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